哦 来来来 哎呦 我们又合起了 当时别来无恙的 越来越漂亮了 还可以 就剩那个戴带装泡枕而已 你回国开心吗 开心啊 有没有在繁忙之中稍微有点想我 没有 回来之后才开始想 回国完全想不次 好好可以吧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 我的JOLIE比我时髦系列的第五期 那今天呢 一样是主题穿搭的环节 我们一共有五个主题 那今天不一样的呢 是我们要互换衣橱 就是我的衣服给你穿 我的衣服给他穿 对 那我们今天一共有五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我眼中最美的你 然后第二个主题是 就是日常通勤穿什么 然后第三个就是 第一次相亲的话去穿什么 给自己再搞点 第四个主题就是 自己结婚的时候 希望对方来我的婚礼穿什么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好 他之后那个婚礼 我就是他今天让我怎么穿 我到时候就怎么穿 那你完了 你要搞我 睡衣睡裤 然后第五个是 去三亚度假 那我们一样呢 有评判标准 大家来投票弹幕评论 第一个标准呢 肯定要符合这个主题 然后第二个标准就是看 穿上身以后适不适合 然后还有一个附加项 穿对方的衣服有没有突破 就是突破 突破我 突破你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开始 第一个主题就是 我眼中最美的你 第一套 是麻的好吧 麻的一条裤子 关键是上面的这一条 上衣我觉得很适合你 有点珍珠的 这个我买的时候就想到你 我试穿也想到你 然后在身体穿到 大家也说你穿会好看 性能风的 然后包是这个 接换了 哦好看的 好看哎 嗯 是你是你 对就是很像我也会买的衣服 锁骨啊 珍珠啊 是的 好看的 这样一套也好看呀 鞋我自己看着肯定不会买 但穿上去就很 很搭这一套吧 就又很舒服 嗯 然后它就会降掉 看上去不会那么的严肃 就很休闲 嗯 是的 好看的 是好看的 嗯 好舒服哦 你这个 哈哈哈哈 有些衬衫是好看的 嗯 就是这个配饰 其实 对 配上包和皮鞋 好像有点太正经了 对对 嗯 哈哈哈哈 在我眼中你更美 哈哈 就不止于此 哦 那那我这套是完全展现了你的美 你看这种 嗯 是好看的 而且这件衣服就给我的灵感是就是你之前那一件 也是个珍珠项链还是什么的 哦 就和你很搭 哦 是是是 就很能想象你穿这件衣服穿出来是很好看的 如果我改的话当然就是配饰上都要都改掉 嗯 就不会有这种女人味的鞋子和包出现一定会是比较那种潮的那种感觉 嗯 去改 就比如说 我去了 哈哈哈哈 这样比较像你 这样像你 这样比较像 而且莫名其妙人就不暗了 是吗 是的 就感觉又快乐了 前面像被我绑架了一样 哦 前面感觉超差别人的衣服 对 站在你旁边就感觉这个突然脏掉了 对 有点暗掉了 对 今天我们的那个宗旨还是要把对方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好 那我 嗯 赢了 嗯 好像我比较美 哈哈哈哈 我眼中最美的你是什么样 在我眼中最美的你呢 就是有双子座的天马行空 然后 那么夸张 不按 就不按常理而出牌 然后浪漫而自由 浪漫而自由 嗯 哦 谢谢你 不用谢 我想了很久 我想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啊 学富者 嗯 学贯中西 就是在这条路上潜心钻研这种感觉 嗯 让我觉得哦 就每次都觉得说哦 很有进步哎 哦 你是这个意思啊 我这样子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对 好像是腐蚀 但是 没有啊 我很高兴啊 我很高兴啊 觉得Fiona这声比较好看的话 那就抠一 这样就等于是你赢 对 是的 嗯 如果觉得我这身比较好看的呢 就抠二 嗯 你们可以戴上这个绿包算 好吧 戴上这个绿包算 这个绿包也没有你这身那么美艳 嗯 好 让我们第二轮是日常通勤 啊 我要努力 加油 加油 Round 2 呦 好了 这条也蛮板准的嘛 搭了一个黑色的短裤和一个这个绿包 这个怎么上巴啊 但你说日常呀 在那种广告公司 你打扮的是设计公司 给你 保重 这也可以 要穿袜子吗 你确定吗 是我就会穿 好 那穿 穿 老天啊 我这辈子就不会主动这样 袜子 我就觉得 哈哈哈哈 什么 嗯 你把包给我背上 嗯 很像那种 就很像真的要去上班 啊 我就很像要去追喜欢的小朋友那种男生啊 就是 踢吗 哈哈哈哈 踢的我就蛮踢的呀 哦 哎呦 我感觉好像是我会买的衣服哎 但我这样真的好想踢 哈哈哈哈哈哈 你很想自我踢吗 我就很像就很帅 你不要再把手太太裤带你了 怎么啦 谁要追我啊 谁要追 哎呦 看不上老子了 这个衣服我自己肯定不会买 这个本身它就很好看啊 就觉得很立体 然后很有结构嘛 哦 它会显得我胸有点下水 又有点长 感觉好像我变得没有那么精明了 穿你的衣服以后 嗯 就变得好像很好相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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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精彩 哈哈哈哈 你好像是一条项链 哦 但是你下面已经太多了 我下面已经要爆炸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像不穿这双袜子会比较好 就会比较有一个过度 你这样太too much了 一动 很明显我今天来你家借住 但我没有带衣服 然后才会这样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我比较好看的 扣一 嗯 觉得这一套我把它打扮的比较成功的 扣二 是 你觉得这套我能赢吗 我觉得这套应该能吧 因为这个 鞋子 袜子鞋子部分有可能 踢了 丢下入里面 但是这有可能突破 突破 有突破 突破 记住这一刻的我 你们很少能见到 对也见不到 好 第三套 哦第三套 兴奋的搓搓小手 第三套是 哦 相亲啊 这一套我把你打扮得很漂亮 哦真的吗 嗯 哇塞 什么呀 梁舟你打扮 写着你的名字 你是神秘而多变 变化莫测 就是哦 这套衣服哇淋漓尽致 相亲哎 这不是应该穿 把自己就是好看的地方都露出来吗 哦 相亲第一次就这样哦 你首先要让男的 男嘉宾看得懂呀 然后你那个搭一个黄色的袜子啊 一定要搭黄色的 我来了 我感觉我像沙漠里狂野的玫瑰 是好看 但我正要去见男嘉宾 男嘉宾会觉得我很想吃着他吧 男嘉宾吃得像我这样吗 他受得了吗 就我想了很久你穿这一身 就是他身上就这件风衣 他这个整个版型设计花色 可以完美的显示出你的一些小机灵的聪慧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穿这一身 男嘉宾就像我这样 他能读懂的话就说明天作之河 他这样他都能懂啊 这什么鬼 如果你喜欢这个男嘉宾的话 你可以有暗号 喜欢他的话 你就把拆掉 把这个袖子拆掉 嫂子就明白了 你也在啊 我在啊 就是我聊到一半说 哎呦怎样 他就默默地这样说 对对对对 拆掉好像合理很多 拆掉它你觉得分量感觉更轻一点 对不对 是 好然后你现在男嘉宾见完了 然后你要就跟他吃饭 我要那个吃饭 要去约会了是吗 对吃饭以后 对就吃饭 然后里面是那种比较淑女的联谊群 就是那种民国你知道吗 或者护士 对如果他比如说这个风衣 他又很有个性 而且他又汤风 就不需要男嘉宾为你遮风当雨 你自己就 那我也可以给你汤风啊 那你这个应该拉出来 你这样显得就是腰这把太长了 因为我穿的话是拉出来的 就更随性 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 这样也可以脱掉以后 对就他如果 用精力之间露出一些 对对对这样好 这样好 我至少裤子对你来说那么长吗 什么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就如果我吃着吃对他很满意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衣服脱掉 如果不满意我就全程我就这样 至少这样的裙子 就是一般男嘉宾都会能OK 但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乖巧的女孩 那个穿去见家长 对 稍微有一点这种 也蛮适合的 对对对 然后黄色的意思是和这个 对有一点点呼应 两苦用心 好第四套是参加对方的婚礼 那准备你哪次 我哪次下一次 高点下每次都被内涵到 这个 两年前的一条裙子 然后上面都是这个星星月亮 我觉得很适合晚宴晚会 这个宝石 好看的 我看你穿过了很像中国娃娃 你穿这个好看 你这个我也满意的 满意的二媳妇这个 前面摊的蛮低的满意的 这个好好看哦 好看啊 这裙子的形太优秀了 是做出来的 看那种中国娃娃的 显得比例很好 然后我们都用了这个牌子的包 是呢 就都用小小的晶晶的 你这个我喜欢的 而且这里有点开叉可以露出你的腿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我下面会配那种一字的那种SW的凉鞋 但是配你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种有点点西部靴 对可以中和掉上面的女人味 又有个性 然后你又舒服 你这个我也是喜欢的 而且它这个宝石啊什么 就很适合去参加活动 对就很正式 它有点这种中式的领子 有点像改良的那种小旗袍 满意吗 在你身上这一点 雍容华贵的 但是又不湿那种可爱你知道吗 又有点旗袍的元素 但是又不会觉得你好像太老气 这个我也蛮满意的 这个我也蛮满意的 应该是我这四套以来 最满意的一套吗 好的 好看可以的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去三亚旅游 对 这个很鲜的一条裙子 这个很鲜的一条裙子 这个 你这个里面的bra最好露出来一点 哇 嗯 嗯 什么 我这有什么好用的 像海外华侨啊 像什么海外华侨 这也是很踢的一套 怎么又踢了 嘿朋友 就是这个你就可以随时脱了 然后到 这种人知道吗 有了这条裙子以后才想说 可以搞一个度假的 哦 因为这条真的很鲜 对这条很鲜 它的颜色啊 然后材质啊 是的 就显得好像皮肤很白很女神 是的好看的 但同时也是舒服的 就是自在的 而且它好像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面亮 反正不是棉的 它有点光泽的 对对 它是有光泽的 感觉还蛮舒服的 嗯 试一下这个神奇的鞋种 把大脚趾和我的二脚趾强行分加 嗯 好看的呀 过几年你会懂的啊 哈哈 好怪哦 好看哦 就我想的这条三亚呢 就是你随时可以把这个衬衫脱掉 然后去跳到海里 跳到海里 背的是这个花园系列的 然后帆布包 嗯 这个包好看的 哦 这个包真的很轻 而且真的很舒服 就是你可以尝试着把它背到叶下 嗯 觉得一楼三一啊 就楼庆了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你们的去压它 而且里面东西也很好装 是 女神不应该背包啊 就东西都装在 老公拿着呀 都装在 你知道吗 都装在我这里 我帮你拍照 亲爱的 这里 我们俩这样还蛮适合一块去的啊 蛮适合的啊 嗯 对对对 我忘记说了 我这一套我给你打造的初衷 就是感觉你会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去三亚 然后你本身就很美很有气质 美女摄影师 哦 对 T摄影师 娘T摄影师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打造的思路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五套里面有三套 都让我录肩颈锁骨 对啊 这不就是给换衣服 就是要在自己的衣橱里面找一些你的元素 然后 但是搭配 对搭配又是我的搭配 是的 就是比如说鞋子啊 配饰啊这方面的 对 我就在我的衣橱里面挑大的给你穿 挑大的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互换了这么多衣服 嗯 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给对方一个offer 就是我拿我的一样东西跟你换 或者你拿你的一样东西跟我换 哦 那我有了 星星的那套 嗯 那你拿什么跟我换呢 嗯 吊带啊 那得超便宜的 你拿那个吊带跟我换星星 你是金牛做吗 第四题做完以后呢 我是想拿这条裙子和星星换的 但是呢 这条你知道多少钱 4550耶 真金白银这位小姐买的 嗯 但是今天视频拍的是开心的吧 我可以不穿这个路结束吗 好好好 那你想要穿什么 我已经踢了一整个视频了 那我给你答的你最喜欢哪两套 我喜欢那个第二套 踢的那一套 我还有喜欢那个星星 嗯 最喜欢的是 叔叔同的那套 中国领的那个 娃娃服 我还很喜欢第三套 虽然说我说我自己像狂野的玫瑰 但是 我很喜欢那个 便宜的马甲 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是的 记得给我们评论 说说你们的观影感受 是的 这个综艺节目是不是喜欢 嗯 然后点赞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再拍个第六期啊 搞一搞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苏靠谷的 频道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